北京对拜登并没有做好准备 北京对新的拜登政府上台之后的对华政策 没有做好准备 我相信这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最有趣的一个方面 也就是北京现在所谈的 面临百年未有大变局的一个部分 那这个大变局实际上指的是 北京实际上是没有做好准备 这是最主要的 当然首先是看 在大选整个大选过程当中 北京都是期望川普能够连任 把川普连任当做北京最好的 四年的一个喘息的机会 而不是说把未来拜登政府当做四年的喘息机会 但是川普政府的失败 实际上是对北京来说是相当意外的 北京投入了相当多 当然这也许对美国国内政治 它是一个我们说是一个重新走向团结 拨乱反正的一个机会 要开始 但实际上对中国来说 对中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 也就是世界政治格局来说 其实确实是一个根本的变化 就是北京拜登政府民主党的上台 意味着终结了北京一支期望的 这种强人政治的一个潮流 那这才是最关键的 拜登胜选的一个意义